保持与保忍 同一个保字 纵门的禅宗讲的 信心不易 为之保 保持不好吃的意思 念念不舍 念阿弥陀佛 如果信心不易 就是信心都是阿弥陀佛 这个人要念多久呢 往生给诸位说一天就行 为什么 你的一心了 你念阿弥陀佛里头 有缠杂念在里头 把你的一心破坏了 一会想起这个 一会想起那个 那怎么行的 所以念佛 大师之菩萨告诉我们 都舍六根 静念相及 都舍六根是戒 你一心就得不到 为什么呢 行 潘远外面境界 这个境界 所谓是财色明实水 五欲 五欲七千 你一不看这些 这些东西 破坏了你念佛的功夫 也就是说 破坏了你的亲近性 平等性 这些 为什么念佛 念佛就是想得亲近平等性 把烦恼吸气 统统给念掉 用这一句阿弥陀佛 取而代之 以阴念 对之一切杂念 这是念佛的原理原则 你不能不同 如果念佛里头还有架杂 还有怀疑 那怎么会成就 一念的再多 都叫白念 如果这种烦恼很重 你自己清楚 确确实实 念佛的时候 念上个一分钟 里面就有杂念 杂加进去了 怎么办 听见 念念是什么呢 你对于经教了解 不够突出 经教告诉我们什么 告诉我们四十真相 真相明白之后 你自然会发现 好 不够突出 优优独播剧场——佛 优独播剧场——佛